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下面一集的剧情 话节上回 郑忠跟素素一起出门溜弯 彼此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近 而嘉怡也找了份新工作 今天是她去面试的日子 嘉怡已经好多年没出去工作过了 她心里特别紧张 中途珍珍一直在不停地出言安慰 郑忠说着话 天佑也走了进来 她非常自来熟地跟珍珍搭起话 看着他们两旁若无人的样子 嘉怡心里很欣慰 她还鼓起勇气来到公司面试 结果因为自己的政界年代太过久远 导致面试官不停地挑刺 面试进行得并不顺利 从对方讲话的态度来看 估计是黄了 就在嘉怡失魂落魄地准备离开时 竟然碰到了林国栋 她是这里的副总裁 得知嘉怡面试不顺后 林国栋直接叫来面试官 通知其下周一就得保证她能在这上班 郑忠说着话 秘书前来告诉林国栋 郑国时林已经过了海关 他们得赶紧去接应 很快书记便带人护送着郑国时林来到这 林国栋连忙上前相迎 他们顺利将时林带到展览会 沙门衣服等人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 据说这块石头有斩妖出魔的威力 也正是这个原因 导致阿坑等一众修为不高的僵尸 会有一种极其不舒服的感觉 为避免被看出端倪 林国栋便提议带着书记等人先去吃饭 不过对方也不是傻子 临走之前特意留下两个人守着郑国时林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没法将他偷走的 很快这件事就上了新闻 不知道为什么 素素和小青的脸色有些难看 甚至莫名其妙的想起了法海 当天晚上郑郑正在天台上浇花 不一会儿郑中来到这儿 看着他满怀心事的样子 一猜就知道是在为天佑的事发愁 于是郑中便安慰说 天佑是警察 难免跟普通人不一样 工作繁忙 没时间约会是很正常的 不用他往心里去 不一会儿傅生也跑了过来 他是来替天佑传话的 最近警局里的事比较多 但忙完这一阵 天佑就会来约珍珍 这句话算是给他吃了个定心丸 事后郑中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自己手臂上 有一条蛇的标记 他短暂思考了一会儿 想起许仙也有这样的一个标记 于是郑中便跑到楼下酒吧 想找素素玩一会儿 谁知刚一进门就被小青拦下 对方极力想劝郑中离开 可他根本不听 直接跑到吧台 不知道怎么回事 素素今天的态度非常冷漠 将郑中举着门外 还不停地赶他走 表示以后不需要再演戏了 自己就是白蛇妄想症 治不好的那种 说完留下一杯酒就跑了 这一番话下来 直接给郑中搞梦圈了 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眼看素素迟迟不肯再出来 郑中只好带着酒离开 可他不知道的是 素素这么做 其实是有苦衷的 他预感到自己会有一场结束 因为不想连累郑中 这才想将其赶走 次日一早 山本未来带着一盆花 去看望珍珍 谁知刚好碰见他开门 对方十分热情地 邀请山本未来 进屋一起吃早餐 这让他又想起了 从前被母亲照顾的感觉 珍珍非常温柔 各种关心山本未来 询问他上次 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如果有麻烦的话 可以找自己和其他邻居 这栋大厦邻里邻居 之间的关系都很和谐 大家会互相帮助的 山本未来听得感动不已 自从母亲过世后 他很久没感受过 这么纯粹的善意了 也只有在跟珍珍相处的时候 山本未来才会从内而外的 感到开心 正说着话 外面响起门铃声 来人是复生和天佑 一看见他们 山本未来的脸瞬间垮下来 他担心暴露身份 随便找个借口就跑了 天佑是来约珍珍一起出门的 因为一个人紧张 所以强行把复生也带了过来 刚好珍珍今天不用上班 三个人愉快上街 天佑对约会方面 可谓是一窍不通 不知道怎么挑起话题 连走路都有一些僵硬 听着他们之间的尬聊 复生简直心机如焚 他怀疑自己在这 天佑和珍珍有些话 不好直接说 于是干脆找借口走了 果不其然 复生一走 天佑变得自然多了 他告诉珍珍 自己已经仔细想过了 虽然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 不过他们可以试试 珍珍揣着明白装糊涂 非要天佑把话说清楚 可对方也是第一次说这种事 难免有些难以歧视 于是他们俩就在这僵持不下 突然一面驶来一辆车 天佑赶紧一把拽开珍珍 手这么一牵就再也不松开了 至此他们之间算是确定了关系 珍珍心中透着乐 一旁暗中观察的附身也跟着高兴 另一边 山本姻夫等人正在讨论 郑国失灵的事 刚聊没一会儿 佳怡突然走了进来 意识到自己走错房间 她赶紧准备离开 谁知却被山本姻夫的手下 哈尔门盯上了 事后对方故意前来是好 说想约佳怡一起出去吃饭 令共同一看就知道 她不安好心 肯定是想喝人血 于是赶紧找理由支开嘉宜 然后把哈尔门叫到办公室 希望她不要打嘉宜的主意 其实哈尔门很瞧不上林国栋 不过看在山本姻夫的面子上 多少还是要顾及一点她的颜面 最终哈尔门答应不动嘉宜 可林国栋还是放心不下 晚上要下班的时候 她叮嘱嘉宜注意安全 本来以为哈尔门会消停一阵 没想到她只是换了个目标 盯上了林国栋的女秘书 对方以为自己攀上高枝了 殊不知是死到临头了 林国栋无权上前干涉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开 另一边小青给了郑中一张支票 表示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到此为止 可郑中并不想要钱 她只想继续跟素素做朋友 小青懒的边界那么多 直接撂下一句话 死了那条心吧 我姐姐是不会喜欢你的 这一下郑中也不乐意了 虽然她一开始的确是冲着前去的 但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 郑中是真的对素素产生感情了 她撕掉支票失魂落魄的走了 回到家后 郑中开始疯狂喝酒 老金看到后也加入了进来 得着儿子失恋后 她就开始传授自己的经验 说追女孩子一定要厚着脸皮 死缠烂打 不要遇到一点小挫折就放弃 想当年书仪可是村里的一枝花 追求者多的能堆成一座山 老金当初就是靠着厚脸皮 才追到了她 如果素素觉得 郑中接近自己是为了钱 那她可以把钱给人家还回去 以此来证明真情实义 一听这一话 郑中连忙拿上自己的全部集许 来到酒吧说要分期付款 把从小新手里拿到的钱 全还回来 郑中说这话 老金醉醺醺醺的跑了过来 她是来给郑中助攻的 老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生活操一辈子心 现在还要为儿子的感情生活发愁 老金越说越激动 结果突然心脏病发 直接晕厥过去 素素见状上线摸了摸她 每一会儿老金就醒了过来 被这么一闹 郑中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只能先带着父亲回去 素素刚刚暂时压制住老金的病情了 但是她很有可能活不过几年 很快郑中回到家 屁股还没坐热 小金打来电话 说素素周六想请他们一家人吃顿饭 老金和书姨听完都很高兴 素素肯主动约饭 就说明对郑中有意思 看来他们俩和好有望 一听这话 郑中瞬间元气满满 在公司干活的时候 都变得格外有动力 这一天 珍珍来做客 她跟马晓琳分享了最近的趣事 还说要不是当初喝醉了 说的那番话 估计到现在还没有勇气跟天佑表白 郑中也跟着附和 说素素的那杯酒真的是很神奇 喝完以后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说完还拿出上次带走的那杯酒 劝马晓琳试试 当天晚上她睡不着觉 于是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喝下了那杯酒 谁知却梦见自己跟天佑抱在一起 马晓琳瞬间被吓醒 不知道为什么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马晓琳来到酒吧 质问素素到底给珍珍他们 喝了些什么东西 素素解释说 这杯酒叫新酒 是从妙善上师的学来的 这杯酒无害 只会让人们直面内心的问题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上天注定的 新酒只会加快事情的发生 马晓琳听完气呼呼的走了 好巧不巧刚好碰上天佑 她没好气的上前警告人家 必须一心一意的对珍珍好 绝对不能想着其他女人 连看都不能看 还没等天佑回话 珍珍也走了出来 他们俩准备一起去吃宵夜 看见马晓琳在这 珍珍便想邀请她一起去 可是马晓琳现在心烦意乱 根本没心情 她气呼呼的跑了 留下珍珍一脸懵圈的待在原地 另一边素素大献将至 她能感觉到天人武帅要来了 这是一场结束 人妖神佛都可能遇到 青则丧尸修为变成凡人 重则直接灰飞烟灭 其实到这也能看出 他们俩就是青蛇白蛇 素素一感到 法海会重新出现 之所以要约正中的人一起吃饭 是想在天人武帅到来前 给大家好好做一顿饭 但是这样会大大损耗她的元气 因为素素的法力中 带有质语的成分 大家吃了她做的饭 不知不觉间 身体上的一些毛病 就会慢慢恢复 次日 郑国石林的展览会 按时举办 周围有层层把守 不过山本一夫 已经想好了应对措施 她派出手下毕家 对守卫们施展幻术 让他们误以为 郑国石林跑出去了 借此之开 书记的两名得利手下 只留下一些炮灰 很快阿坤来到这参与作战 他们俩相互配合 咬死了守卫 那么阿坤能否顺利拿走 郑国石林呢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猜测一下 好了 今天先说到这吧 喜欢的别忘记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